制作人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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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金雄 今天的开拍 我的断片料料 今天要煮的就是有观众点餐想要吃到鸡饭 这个鸡饭 之前有来过马来西亚或者到过新加坡 观众们的话 就一定要试试看哦 有没有吃过的话 是蛮多人喜欢吃一道美食来的 马六甲的应该是很多人来过马来西亚旅游的话 一定要试试看哦 其他地方也是有鸡饭 马六甲特色是鸡饭球 不过今天我做的是普通鸡饭 要做球的比较麻烦一点 我们就做一个简单一点的做法 今天的做法也是比较我一点的版本 跟外面可能有一点不同 不同的也可能只是前夕的部分 准备材料也是非常简单 就有这些 好准备材料就有这些 鸡饭的话肯定就少不了鸡了哦 然后今天因为是我一个人吃的关系 所以我就准备了一整只全腿罢了 因为一整只鸡我也是吃不完 如果是一家人吃的话 你们可以用整只鸡来做 然后其他材料就还有青葱 就还有白兰叶 就还有蒜米 还有红辣椒 还有姜 小红葱 蒜干 还有香茅 然后我一个人分的米 糖 盐 白醋 OK 就是这样子 OK 前夕的部分我们先来处理鸡先 因为我们煮鸡饭的话 很重要的是要用到鸡汤 然后我们因为是一个人吃的关系 所以就没有办法弄太多鸡汤 所以我就打算把鸡拿来清蒸 蒸的话就可以蒸出鸡汤 就可以拿来煮饭了 OK 一开始就准备一个碗 然后放上青葱 铺在下面 如果你们是整只鸡的话 就把那个葱塞进它的屁股里面 塞到肚子里面去 OK 然后就铺上一点姜 OK 然后就放上鸡 OK 然后再撒上一点盐 盐不用太多 大概一点调味就好了 因为等一下我们鸡肉的话 不要弄得太咸 我们要拿来蘸酱料的 OK 然后我们就可以拿来蒸了 OK 蒸的部分呢 我们这边就一定要大火蒸了 就大家开大火 煮骨娘那个水了 然后就放那个鸡进来 OK 就盖住 给它蒸先 OK 大火蒸一个十五分钟 OK 鸡拿去蒸的时候 我们再来做其他的准备 OK 一开始呢 拿一点姜 OK 放点蒜米 OK 不要放完了 OK 我们来 搅一个等下煮饭的材料 好 这边的搅好了 我们就把它拿出来 这边等下来煮饭用了 OK 然后我们再来 接着弄鸡饭的辣椒 OK 鸡饭的辣椒 就把剩下蒜米 姜 酱 红辣椒 OK 这种放进去 OK 然后放一点糖 OK 放一点醋 OK 放一点醋 OK 然后在鸡上酸干 好 等下 等下这个鸡汤好了 再放一点鸡汤进来 就完美了 OK 好 15分钟过去了 然后鸡腿蒸好了 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里面已经有非常多的鸡汤出现了 OK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OK 好 这个时候鸡蒸出来了的话 我们就给它拿来泡冰水 OK 泡去冰水先 OK 可以这样子 等下吃的时候还可以保持它的嫩度 OK 然后 这种葱姜 这种我们就不要了 就把它捞掉 好 然后这个鸡汤 OK 我们就捞一点 放来这个辣椒里面 OK 这样就完成这个鸡饭辣椒了 好 鸡汤之后我们就可以煮鸡饭了 OK 鸡饭一开始咧 我们这边来一点油 如果你的鸡油够多的话咧 你可以用鸡油这样子会更香 OK 然后把刚刚的这个 蒜米小红葱放进来 给它炒香 OK 放一点鸡汤进来 OK 把这个米放进去一起炒一下 OK 稍微炒过之后呢 就可以拿来包了 OK 然后放上香茅 放上板兰叶 然后把刚刚的鸡汤倒进去 OK 然后再放上一个人吃的分量的水 再放上一点盐 不不不 我仍然觉得太健康了 买你的MSG Uncle Roger 买MSG 如果不是健康主义者的话 你们想吃到更接近外面卖的味道 我强烈的推荐你们 再放上一点鸡筋粉跟味精 保证好吃 是的 您好 鸡饭我也是很久没有去外面吃了 咪咪え咪我以下味道